还有什么呀小伙子 他就在外边也就是不顾大局嘛 公共产会这样 在家里边我一直忍着他 一直让着他 家里也这样 家里边事也太多了 就上一次他在我电脑里边 发现我和前任的照片嘛 然后当时我给他删了 然后给他解释了 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你那不止电脑 你的那U盘里面还背着一分呢 当时我和他分手一年多了 我真的不记得里边还有照片嘛 拷贝的也不记得 好不就算这个事怪我 那我都跟你认错了 照片删了 但他不依不饶的 删了你我耳朵 那我娘娘有说 我是为了让你深刻的 记住这个事 我可不想以后 就在你的什么手机啊 iPad上又传出一份 你和你前女友的照片 那有什么事 用嘴巴说不行吗 你非得动手了 一次比一次狠 然后当时我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下去了 我准备等他气敲了 晚上再回来 准备出去转一转 下去发现手机 因为钱包都忘带了 就是尴尬了 然后我退回来 退回来敲门 他不给我开 谁说呢 我给你开门了 我不是开了一个门缝吗 他给你递了纸 别忘了吗 我让你写检讨 我就进去拿个手机钱包 你又把我关在外边写检讨 以前写检讨 不是都在家里写吗 写过检讨啊 写过好多次了嘛 哎呀 你看看一个人犯一个错 你说这一辈子 没办法 谁叫我当初复了他们 当初我特好奇地问一句啊 当初你离开他的时候 你是怎么离开他 就跟他说 我喜欢上别人 我就走了是吗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 时间不长嘛 感情基础不稳定 我也不想伤害他 因为他姑娘 长得比他漂亮一点 然后感觉比较懂事 然后我就强制分手了 他采取了很多手段 但是我还是没同意在一起 他采取什么手段 就找朋友来跟我说啊 或者给我写信 发邮件那些 但是当时实在没办法 已经心不在他那里 我知道 你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 说我爱上别人 所以要跟你分手是吗 对 当时是有点过分 行 倒是挺坦诚 没骗你啊 没骗我 就直接就说了 那个女孩比你好看 不喜欢你了 分手吧 啊